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谈一下洋宅这件事 说到洋宅,它是我们风水理论之一 但风水它不仅只是所谓的洋宅 因为风水这件事情 它是结合了时间与空间 还有地球科学的多项性的组合 所成为的一门学科 很多人会以为我们武术的先生 学的是玄学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就像西洋古代的医生 有的是被归类在巫师里面 有的在后面演进成为巫医 最后才因为知识的普及之后 才把它归类在科学里面 而武术也就是这么一回事 只是现在只有中医这个部分 被分离出来被大家所认识 其实武术里面还有很多的专业的科别 例如刚才讲到的 它里面有独立出来的不同的派别 例如神煞派 纳因派 飞星派 四化派等等 其实各种派别都有它专精的地方 就像西医里面的内科 它还是会有分什么胸腔科 腹腔科 耳鼻喉科之类的科别 而这些科别 其实又可以细分到各种不同的专业 或是不同的治疗的手法 所以很多医生 有的跟老师分享过一个成长的一个心态 那什么呢 就他们在医学院在学校里面念书的时候 都会觉得是说现代的医学真的已经是无所不能了 以后毕业之后自己肯定能成为一方的名医 结果去当时期医生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自己念的四年书学了这么多的学问 其实原来到食物上根本什么都不会 更夸张一点的 在做开药的时候 如果后面没有资深的药师去帮他把关 自己还有可能会开错药 甚至到了临床的时候 老护士比自己还能够掌握的状况 好 回到主题 今天讲风水 我们就从大格局来看 很多朋友会来问老师 他买屋自产 他要买地盖房 这个风水怎么看 这个今年就是必须要先说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即将迎来了天运的转折期 说到天运 我们就必须向大家说明 我们所谓的三元九运 做风水 立根基 就不能不知道所谓的三元九运 所谓的三元九运 它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上元运 中元运 跟下元运 就是所谓的三元 而以三元为基础 就细分出了九个运 分别是上元运里面掌握了 一运 二运 三运 中元运掌管了四运 五运 跟六运 那么下元运 当然就掌管了七运 八运 跟九运 而这个三元九运 又是每540年为一个大元运 每180年为一个正元运 每一个正元运 又可以分为三个单元 分为是上 中 下 三元 每一元又可以分三个运 是这样的以此类推 所以在不同的大元运 中元运跟小元运之间里面的 上中下三元的时间变化里面 所做出来的不同的空间 就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在不同的元运时间的变化之中 相同的空间会有不一样的气场变化 在相同的元运的时间中 不同的空间也会有不一样的气场变化 所以一样的房子或是每一个朝代的皇宫 为什么比较难得怎样富贵永穿 而是会不断的经历到新盛旺衰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同一栋房子或是同一个王宫 我们看起来它都在同一个地方 但是实际上它是每分每秒都在不同的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地球它有公转跟自转 就是只到太阳这一圈 也不会回到一模一样的位置里面 至少我们可以初估至少在3600年中 比较难重复到同一个位置 所以通常王朝在两三百年的一个周期 就会所谓发生的一些 比如说你在新建王朝的创业期 新盛期 然后又遇到了一个中衰期 然后再迎接到了中兴期 然后再迎来了灭亡期这些步骤 也如同我们在算命的时候 时运会有高有低 就像老师这一次的流年批算 你们有看到你们的时运曲线 会有高也有低 在一般的命学里面 它也会有所谓的灵观 也会有所谓的帝望 很高运的时候 当然也会有跌运的时候 比如说叫什么 衰病死目绝 这就是往下走的运 所以我们在学习易经的时候 无论是连三意 归长意或是周易 它大部分的精神 都是在顺天而后能够应人 伊斯兰世界就有一句谚语 特别有意识 它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再强壮的双脚 你也无法撼动大地 所以我们以为不变的 其实都在变 无论是人事物 都以为在变的 确实它是永远不变的 例如什么样 例如时间 也像是岁月一样 时间跟岁月 虽然好像形容同一件事情 但是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一个是外在的单位 一个是对内的延伸 这个以后我们再开节目 跟大家慢慢的说明 所以回到主题 学习风水 就得懂得这些一层又一层的 时间跟空间之间的关系 就像什么 老师常常跟朋友或是学生讲过 就就像洋葱一样 都是怎么样 理一层外一层 理里外外又一层 但这讲起来很复杂 但实际做起来 就不一定要这么复杂了 因为学这些理论 这是学理 这是我们这些专业人士要学的 但是在实物上 大家要实做的时候 那就是比较简单的 就像什么 就像我们每个人都会滑手机 但是你不用去懂得半导体 怎么样做好它制程 对不对 我们会吃饭 但是我们不见得需要会中道 对不对 那么我们是怎么样用风水 我们每一年都会讲流年风水 例如今年岁赐人影年 在2月4日杨历的时候 就会交接到了节气立春 到了岁赐人影年 它也是一个流年飞星归位的大年 各方位的飞星都会回归到它的本位 好的方位 它的实运强大 用起来更加的是得心应手 不好的方位 它的影响也是会非常的大 但是这个是流年方位 它是针对每一年的变化 所做出不一样的改变 但是如果说到了是 你要购屋或者是你要盖房 那么它就是第二件事 为什么呢 因为要考虑的 就不是这一两年的事情 而至少必须是要10年以上 甚至是三四十年以上的变化 所以买房的时候 或是要盖房的时候 就我们首先要先避开什么呢 先要避开流年的三煞五黄 那就可以了 例如今年的三煞方 也是避赐人影年的三煞方 它是在北方 所以今年交屋入住的房子 不要是在门口朝北 那就可以保平安了 其他方位 虽然有吉也有凶 吉凶是有差别的 但是不会比三煞方 还来得更凶煞 所以第一步 就是要排除流年的煞方 然后选好了你的时间去入厕 这个大致上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那么第二个 那就是要看 这个房子能够住多久 当然食物上这个考虑会比较多一点 比如说我们考虑到邻居 对不对 你风水很好 但是邻居很可怕 对不对 晚上给你搬椅子 给你去撞墙壁的 对不对 这都是需要考虑到 还有就是环境 还有周遭房屋跟桥梁 水文跟地址之类等等的 但比较需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 所谓的三元九韵 先把出这个 那么就可以先有一个基础 后面的就看其他的内部布局 以及外部设施的加减分数 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间 就是下月运的八韵的期间之内 所谓的八韵 它我们把它换算成西元的阳历 那就是西元的2004年的节气 立春开始 到西元2024年的立春的前一分钟 也就是鬼卯年的最后一年 都是属于八韵的状况 而这个八韵它有所谓的三级门 也就是说你防止开门 是开在这三个方位 那我们就能够吸收到 比较极力的一个力量 那么这个八韵的三级门 是哪三级门呢 它第一级门 就是朝东北位开门的 我们称它为旺气门 对这个阳宅 主要有事业财运 是比较有大进展的帮助 第二个级门 它开在正南方 这个门就称为生气门 主要让你事业跟财运 可以稳步的上扬 第三个级门 就是开在正北方 它的开门的门位 为进气门 主要让你的事业跟财运 可以比之前还要慢慢的 递增式的一个稳定 这就是八元运的三级门 所以在2004年的甲生年 到2023年的鬼卯年 最后一天 这十年内 只要再不触犯流年的 三煞五黄的状况之下 开这三个门的朝向 那是一个对洋宅比较好的方向 这里要注意 老师说的是洋宅 不是什么阴宅 或是池塘 或是生命纪念馆之类的 这是两回事情 洋宅是洋宅 阴宅是阴宅 它的评测的方法 那是南辕北测的 所以按照流年 这一次仁义年来说 虽然正北方是八运的进气门 但是如果您今年盖好 要入错的房子 或是买房要搬进去的房子 甚至是你租屋要去入住的房子 无论是公司还是住宅 它的正门如果是朝了正北 那就宣告着 你从搬进去的开始 你的家运或者是事业运 都要往下走了 而即使已经过人一年 它运势会不会回复 它是会回复的 但是它也是有限的 这就像什么 就像一个经历过重大疾病的人 那后面我们虽然说 他已经痊愈了 但是他的后遗症还是会有 不能够全好 就是这样子思考的逻辑 但如果你本身住的房子 住了很多年了 它本来就是开在正北方 那么今年 你只要不要在正北方上动土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你没有去装潢 或者是你没有去插一门 换门 或是钉钉子之类的 那就无妨 只要减少开门的次数 那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真的非状况不可 那就得选一些特殊的日子 例如什么 例如可以选大偷休日 或是其他特殊的日子 这个当然可以咨询一下老师 来帮你选日子 但是最好的就是不要动到它 因为你选其他日子 只能减少它的威力 你要说百分之百完全避掉 这个是有争议的地方 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是你的大门是朝北 门上还有装个门铃 比如说我们一打开门 就叮叮叮叮叮的那个门铃 或是叮咚叮咚的这些门铃 那么最好把它拿掉 如果你刚才讲到 是那种叮咚叮咚的 是电子式的一个门铃 那请把它发声音的音箱 离到远一点 只要不在正北方的范围之内 就可以了 不然你想一次 就催化一次山沙方的力量 那真的是有点没事找事做了 而在2024年以后 接了就是夏月运的九运 也就是后年开始 我们接到九运了 九运的房子 它的时间是落在 2025年到2043年的时间内 也就是流年甲成年的历春开始 到鬼亥年的最后一天 它的开门的吉利方位 是哪三个方位呢 那就是第一个吉门 就是开在正南方 开门轮值的气势旺气门 第二个吉门是开在正北方 开门轮值 它就是所谓的生气门 第三个吉门呢 它是开在西南方 它的开门轮值为静气门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 如果你这个房子 你要住十年以上 那么我们要挑哪一个朝向 或是哪一个坐向的一个方位呢 那么我们就挑朝南的 我们就可以有最大的供应数 从这个地方开门的 我们就能够收到比较多的吉利的力量 这个是比较好的 那么既然如此 当然九运也只有十年了 十年以后呢 你是不是还要再换方位呢 九运过之后 原来开在南边的房子 你是不是就没办法继续住了呢 这当然也不是 因为在这个具现在十一年以后 我们要从下元韵转到另外一个新的阶段的上元韵 上元韵啊 它不是跟以前的上元韵是一样 它是完全不一样 然后各位有没有跟大家知道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上元韵 但是不代表着下元九运的房子 它会立刻的失运 而是还可以透过不同的阳宅的属性 来做内部的改变 继续引导着上元的气运 来进行吉利力量的引导 那么这样子状况之下 我们改过之后 会不会是说 这个房子我们可以延续到上元韵 它时运一样的好了 这个就不一定 然后你要看房子的特性 例如你是独栋的别墅 或者是你住在一些旧公寓里面 或是电梯大楼里面 或是你是开公司的 你商办厂房之类的 有不同的用法 就会有不一定的变化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独栋的 我们可以改用长风法 做大部分的一个什么补墙 那一般的大楼 我们可以用纳气素 来调整它的进气方的一些变化 这个就要看不同的一个 不动产的项目 会有不同的改变 但至少老师今天说的 你只要挑到这三个集门 尤其是南方 至少可以确保 在不犯流年飞行的状况之下 您买的房子 或是盖的房子 或是租赁的房子 你可以保10年拥有基础的吉利洋宅 纳气的一个 拥有基础的吉利洋宅方位的力量 这就是很关键的地方了 而如果您的房子都不朝在这三个方向 那怎么办呢 会不会就收不到吉利的力量呢 这个你也不用太担心 你也只要配合着我们每一年的流年风水的布局 那也是可以趋吉避凶 获得良好的风水力量 而最重要的就是洋宅内 不要堆积垃圾跟厨余 堆积没有洗的衣服 跟没有洗的碗盘在水槽 这三项是破洋宅风水的三大利器 而你的垃圾桶 一定要买有盖的 你不要没盖的 没盖的 蚊虫一些老鼠都可以进去吃 这个晦气也会散出来 这个是不好的 如果你懒得洗衣服 那也没关系 你买洗脱烘三合一的洗衣机 现在也很便宜了 对不对 过去可能要七八万十来万台币 你现在可能一两万 你就可以买得到的 那当然它有个缺点 就是你买的衣服 如果是棉的 你是新的 那你还没有水洗过的 你直接拿去洗脱烘 烘过之后 它会缩小一点 所以说 如果是买洗脱烘的 那你买衣服买大一两号的 那是比较合适的 那包含的是厨余 你要怎么去做 每次产生厨余的时候 你拿那个保鲜袋 把它装起来 密封起来 不要让厨余的味道 腐臭味散发出来 当然有人说 我放在冰箱冷冻库 可不可以 可以是可以 但是你要记得丢 不要说我全部丢在冷冻库 然后客人或是家长 打开来看 都是厨余 你就要别人怎么活下去 对不对 它还是会有晦气 只是程度比较低一点而已 那一般来说 我们只要用个保鲜袋 最后加一个封口机 把它封口住了 我们就可以完成了事情 就勤劳一点 好吧 那如果是个人 你说住在家里的 家里环境有其他人打扫 我们自己怎么样顾好自己 很重要就是什么 你起床的时候 要把床铺给它铺好 棉被把它铺整齐 或是把它叠好 衣服要收好 不要东挂一件 西挂一件 或是洗好放那边就不收 因为你起床的时候 你没有铺好的床 它会把你原来身体上 代谢掉这些晦气 把它藏在里面 为什么会有晦气 比如说我们起床的时候 身体的味道是不是特别重 嘴巴也是特别臭 对不对 这些都是我们代谢掉的晦气 你没有把它铺好 或是拿起来重新抖一抖 把它叠好 那么它就会把晦气藏在里面 当你晚上你要回去睡觉的时候 你是不是把月把它盖起来 好方便 都不用折 对不对 直接用原来的形状钻进去就好 那很好 那你晦气也从这个形状 把你自己吸回去了 那不是很糟糕吗 对不对 就算你现在是好运 那也会被你这些晦气给它综合掉了 这个是实在是没有必要的事情了 而我们在房间里面的衣橱 一定要有门的 你不要选一些开放式的 什么像西式的 他们开放的一个层架 你把它放上去就好 对不对 连关都不用关 一目了然 我要穿什么我都可以知道 这个也是不好的 这也是破你的卧房风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 所以这些以上我们谈到的 有些朋友会说 老师你讲这些我都知道 但是我上班很累了 我回家哪有时间整理家务呢 我就想赖在沙发上 我们要挖手机休息一下 对不对 或躺在床上慢慢的找回我自己的空间 是不是 你要家里有钱的人 他才会做好这些家务 对不对 我们这些打工的都在社畜 是不是 能争取到多一点睡觉的时间 那就是我们的造化了 这个想法对不对 我们不能说他对 因为他是大错特错 要先知道 人不是因为有钱才会有闲的去整理你的家务 而是你自己能够亲手整理自己的家务的 他才有机会成为有钱的人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现实的状况 富人的家里大部分是干净 而且收纳整齐的 这大部分我们不能说每一个 但是穷人的家里 或是家里比较经济比较紧张的 大部分他的家里都是比较 陈列是比较杂乱的 而且垃圾或是坏掉的家电用品 那是一大堆 比如说你墙壁泛黄的 厨房油腻的 或是你这个门窗破洞的 一定都是很多 这个我们不说是风水上 这个是一个长风俱气的一个 一个破风水的要件之外 你都坏掉破掉的东西 你怎么会好运呢 对不对 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人会习惯他的住所 跟他所身处的一个阶层 当破败的环境成为你居住的习惯 那么自然你也不会往更高的阶层迈进 因为更高的阶层对来说 那是可遇而不可求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不是 当你认为你只在这里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离开 好 这个是一个想法的变化 也是吸引力法则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讲到三元九玉 跟居家风水的说明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